院士好 主持人好 我是贾小萌 我是一个成长在北京城区里的孩子 但是我现在在北京的农村创业 我在北京的昌平做了一个绿色的农场 我们用了一些比如说像雨水收集系统 夯土墙 太阳能 还有地缘热泵这样的方式 去做这样绿色环保的这个农场和绿色的建筑 所以我也想提一个问题 在现在我们这样子的乡村振兴的大的建设中 农村会不会因为乡村振兴会越来越变得像城市 那这样的一些绿色的技术和绿色的这种建筑的技法 怎么样能去把这些乡愁点和记忆点保持住 谢谢 谢谢 站起来吓我一跳 这么年轻的姑娘原来是个农场主 首先说乡愁 乡愁呢一定是要保持的 但它一定是积极的对社会发展中正面的一些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夯土墙 这个夯土墙呢它造价简单 对低层建筑用简单的技术就可以施工成 它呢由于没有燃烧烧制过程 所以它的能耗量碳排放量都很小 而且呢它是透气性的 它是就很健康的 我们确实应该保持这样积极的东西 关于您提的农村会不会未来变成城市 农村是因为生产方式而存在 就像您在你的农场里 有菜 有花 还有水果 还有其他 有这些农耕的方式决定了 你那里一定是花园式的农村 城市是另外生产方式 比如我在IQ公司 比如我编软件 这些高密度是现代化城市的 基本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种高密度不会到农村 当然城市也不会变成农村 农村也不会变成城市 其实相仇这个词啊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伤感的情怀 但其实相仇指的不是你的家乡 一定要停留在过去的样子 才算留得住相仇 这个仇一定不是I仇 谁不希望自己家乡未来越来越好 有着更多的变化 向更好的方向变化 但是我们说的相仇 是指你对家乡的那份思念和关切 永远不会随着你漂泊的脚步而淡化 这种仇是当你思乡的时候 那种惆怅的心情 而不是说把哀愁留给家乡 让它一成不变 所以我觉得让人留住相仇 一方面是要看到家乡越来越好 家乡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 而另外一方面 别忘了家乡 也别忘了用你所学的知识和能力 去改造家乡